他因为之前担任过护理师 就主动报名要去前线来支援医护 但他收到讯息也公开 最近因为疫情趋缓 目前已经不需要支援 但是他为了提早做好准备 也完成了疫苗接种 他透露自己连续发烧12个小时 还有头痛跟强烈的疲倦感 因此强调自己会随时备战 再来看到疫苗大国是德国 那么台湾也希望跟他们买到 上千万的BNT疫苗 但是就来自德国来看看他们的总理 梅克尔在之前4月接种了 第一剂是AZ疫苗 第二剂反倒选择了莫德纳 因此透过了混打要力拼的是防护力 也有专家认同了这个做法 而且台湾现在刚好有的能不能跟进 也刚好有了AZ跟莫德纳 能不能这么做 还是要先跟指挥中心请教 再来看到相同的经验 就是澳洲已经全面提升了 疫苗的接种率 全国超过了650万人 施打AZ疫苗 但是也因为之前传出了血栓的死亡 个案出现还打潮 部分民众考虑第二剂要混打的是辉瑞 不过现在在澳洲的政府不建议混打 甚至是他们的首席防疫官呼吁民众 不要取消第二剂AZ的施打 以上师父已经知道了 明天再次看 明天再次看 额